清水的冠軍 那最近幾個案 包括昨天夢想家親戒 江國慶的案 宇昌偽造資料的抹黑案 還有 這一個 許天來隱匿潛流感疫情 另外一個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的是 納利風災馬英9的賭治案 也在今年的6月17日草草牽解 刘珊珊戴美扩克 这个飞庸的这个案 也查无任何犯罪的一个形态 那调查局勤收 蔡英文在选举过程里面的勤收案 也草草牽解 所以从最近这几个案 几乎选在 北检在选后这几个月 就草草牽解 这个让人不惊怀疑说 这个除了跟社会的一般的 人民的经验法则落差很大之外 那在类似这种梦想家的这个案 证据相当明确 这个涉及到图利的金额 如此庞大引起社会哗然的案 竟然也草草的牽解 那不经怀疑 这个北检 我们的检调系统 背后是不是有一只 看不到的黑手 限期牵解 所以我们要求说北检就这几个重大的这些案 必须说明清楚 本席跟我们党 我们也决定 我们要再次的到 特征组 告发梦想家这个案 要求重启调查 重新把梦想家的案 调查水落石出 这个案子 在侦办的程序里面 为什么没有约谈马英九跟吴敦一 这个很清楚 在当时陈问茜 就已经提到说 这个是马吴两个人决定的 对不对 那你起码你要约谈陈问茜了 了解说到底这个案子 为什么 他的指控是马吴两个人决定 那这也解释为什么 马吴两个人决定之后 那这个标案才在 这个99年12月20号 这个标案才议价才完成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清楚 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先有指定厂商 再完成议价签约 这个跟预算法 跟政府采购法的 这个相关的法律規程 是完全不符合的 检调单位不要当政治的打手 检调单位不要只看到 国民党籍 或者跟国民党相关的人 就潮潮了事 我们的检调单位 几乎已经成了 已经成了政治人的发言人 成了梦想家的发言人 检调单位这种立场跟态度 大家只会对司法 提出更多的质疑 只会对司法更加的不信任